學校招生的程序錯亂 然後也沒有很明確的制度 疫情也影響到今年的五專叙招 台南家長代表王信心說 不只有他的女兒差點名學校念 類似狀況有多達20位學生 因為孩子一開始先參加五專的優勉錄取 有寄出報道回函 但沒有繳交畢業證書 事後看到台南後校有叙招 資格符合成績也證取了 進一步繳交畢業證書也完成報道 就連分班跟學號都取得了 結果卻被告知重複錄取 被取消資格 要回到原放棄的學籍學校就讀 拆點沒學校念 讓王先生質疑程序上有問題 家長怎麼可能讓小孩子 前面放棄去等後面的續照 如果到時候續照沒上 那不就兩頭空 所以我覺得這個制度上 是真的存在很大的問題 家長認為 統一分發放棄的時間點 是在六月底 但其他學校讀招卻都是在七月份 如果學生要放棄分發資格 再去報名讀招學校 要是沒有錄取恐怕面臨兩頭空 擔心沒有學校可以念 時通常在疫情前選擇物專 要進行私榜單 確認名額當下繳交畢業證書完成報道 但今年受到疫情限制 改採線上報名 疑似因此出現重複錄取狀況 一些學校也是有同樣的狀況 你前面的學校如果已經完成報名 你沒有取消 那你就必須要回到原來學校 面對家長質疑 校方態度強硬 認為淺章上已經明確說明 需要完成放棄前一錄取學校 才能進行接下來的審核錄取 遊戲規則明確 而按照規定 這20名學生會回到原本錄取學校就讀 也建議學生可以透過寒假的轉學機制 還是有入學機會 TBS新聞顧手槍台南報導